大家好啊 朋友们啊 我们接着聊啊 这位粉丝啊 她的来信啊 她刚才说啊 说她这个媳妇啊 就是不是处女了啊 跟过别人了 然后呢 也做了一个处女膜 处女膜的修复手术 想骗她 被她识破了 这也导致他们俩婚姻的一些问题啊 啊 前前几年有一个湖南小伙子 那个就通过相亲找了他们老家的一个女孩 结果这女孩呢 是在福建还是广东还是哪 然后跟当地的一个小老板 俩人还是情人关系 后来这哥们耿耿于怀 好像还把那女孩给杀了还是怎么着啊 反正这种现象 现在我刚才说了啊 就是说那个 你结婚的时候啊 这个女孩啊 跟过好多男的了啊 反正不止一个以上的 这种情况百分之七八十吧 我一哥们儿 这不也结婚了97年结婚的吧 他就也也跟我说类似的情况 但是他不太在乎 因为他外边好多女的 是吧 什么陕西来北京出差的啊 什么这个山东的在北京 物业公司的都当奶奶了 他也弄啊 什么女记者 女教授 各行各业 是吧 方方面面 有骑自行车的 有这个坐地铁的 也有开奥迪大奔的 他什么人都勾的啊 他不在乎啊 那么您还说您自己啊 说我啊 您本人也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正人君子 也有过婚外情和婚外性啊 啊 就是跟其他女性也有过感情的纠葛 还有这种床上的啪啪啪的关系啊 啊 而且为了刺激和报复老婆 我还主动和他说过自己的这些龌龊的事 这一点确实是很贱 他说自己很贱啊 他有一个自我反省自我反思啊 第三 我前两年还得过良性肿瘤的病啊 肿瘤要良性的没什么大事 别是恶性的啊 现在基本上康复了 但是身体不算特别的健康 依然残留这些小毛病啊 那就是反正身体没那么壮实 有点弱啊 小毛病 跟这些年婚姻和感情生活的不愉快 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肯定的啊 这点很值得同情啊 不过还是要看开 是吧 现在这个人们的结婚年龄 是吧 都偏晚一点 而且说实话 谁也不可能说我生下来就等着你 是吧 我就不跟别人认识 这也似乎不太现实 对不对 现在这世界又这么哗哗世界 各种的诱惑 物质的条件 饮食 是吧 人们的这个身体也好 是吧 他这个各种情况都有啊 那么最近老婆体检 发现身体也有节节 节节是什么东西 大疙瘩吗 我不太懂啊 也有待进一步的检查 你看你们俩都有病了 是吧 我不知道您是跟当地的气候啊 还有当地的这个产业呀 包括这个空气污染呀 还是饮食的特点呀 是吧 不是 反正我听说河南北部 某些地方因为吃他爱吃烫的东西 所以这个咽喉这块容易闹毛病 是吧 就每个地方呢 那个这个病的这个发病率 不同的病它有不一样的特点啊 那么说不定啊 说我爱人 我老婆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病 我儿子还似乎遗传了我的慢性咳嗽的病 说到这里啊 感觉也是很发愁 也是很发愁啊 也想过跟您一样移民海外 无奈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 他们的生活习惯了这里 有的老人也有出国的 我周围有个朋友都79周岁了 也移民到这来了 还有一个80多岁老太太 中科院北京中关村 一个研究所的一个老太太 她是黑着来的 跟着她的女儿女婿 好像只有一个女儿还是两个女儿 反正也到这来了 黑着来了 也有这样的现象啊 也有 还有老婆的工作也不舍得割离 割舍啊 对对对 您老婆不是在政府机关吗 是吧 挣的也多啊 还有各种的这个礼品呀 过年过节发福利呀 是吧 这不就我原来的买卖吗 对不对 还有人给送点礼啥的 还有各种的宴请 这两年可能明面上少点了 不敢 是吧 应该是不少 再加之经济实力还是欠缺些 您这又有房又有车 是吧 还有两三百万存款 您这不欠缺 可以了 您比很多出国的人 是吧 那个状况都要好很多 中国啊 这个国门还逐渐在关闭中 这个确实 这个门直嘎 越来越 是吧 现在就剩下这么一个小份 现在还能挤出来 也许过两三年挤都挤不出来了 都有可能 当然绝对的关闭国门 就像那个1949以后那一段 也不太可能 是吧 所以也只能羡慕您 啊 羡慕我 或者跟我类似的人啊 中国基本已经烂透了 中国的社会风气也差不多烂透了 啊 您前面说的是中国的大局啊 中国的这个基本面 后来说 然后说社会风气 政府的工作习气也烂透了 这个是一直就这样啊 中国政府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烧带手给你服务 名义上是为你服务 实际上是眼睛看着官 更大的官啊 中国大部分人也基本上被染臭了 对啊 中国就是个降纲文化 大染缸 是吧 这个毛坑 不由的哀叹不已 期待您做一两期节目 和我聊一聊 唠唠嗑 砍砍大山 吹吹牛 摆摆龙门镇 是吧 万分感谢 我也感谢您啊 根据您啊 刚才给我说的这么多啊 就是您的物质条件 还有您家的社会地位 这个阶层各方面 在您那个如果是个县城的话 还是中上的啊 中上啊 上可能有点悬 中啊 中间阶层 中产阶级 也肯定是够了 是吧 我觉得现在您没有大的问题 就是跟您爱人 你们俩开诚不公的谈一谈 是吧 像您说的 您爱人 是吧 婚前有过其他的男朋友啊 什么的啊 您呢 反正 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老师 是吧 你们俩就多多的谅解 是吧 就是 少年夫妻老来伴 是吧 少年夫妻老来伴 还是白头偕老 互相扶持的 对吧 这个人生啊 也很快 而且我周围有很多二婚的人 我之前也做过这种节目啊 关于我的邻居啊 同学啊 熟人 他们的婚姻啊 大部分人 难说 有的人离了婚 找一个更好的 有的人找了一个就凑合 还有的又要复婚 啊 豪马也想吃回头草 还有的人离了婚之后 就孤家寡人 自己嗝 是吧 也挺可怜的 万一老了有点什么病 有个咱有个病 是吧 所以说 是吧 人家那个连泼令向如 是吧 降向和 赴京请罪 是吧 各让一步呗 没什么 反正您啊 毕竟是老爷们 站着撒尿的 是吧 就还是对女性多多包容吧 是吧 多多包容 现在这个婚前什么的 有点什么事 这个也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了 没有的是少数个别的 有的是多数的主流的 是吧 现在中学里边 小学可能太小了 中学里边都很普遍了 这不叫个事 是吧